金门海鲜料理 要挖得快 洗得快 炒得快 吃得快 你知道它跑得很快 要赶快挖起来 洗得快才没有沙 吃得快比较不会 会脆比较不会很轮 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这个烘楼 这个剖手 也是很少 因为最上头要买 不好买 金门的牛肉料理 全用吃高粱酒糟的黄牛肉 风味大不相同 它本身肉质比较鲜甜 然后也比较新鲜 像这一道是龙凤双冰 它本身是用牛的四个味当中的一个柱 叫蜂巢柱 然后加上本身的牛腱 它去卤 卤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我们再加一些自己调的香料 去做调味 它本身是一个蛮下准的凉拌菜 对外经过了阳光洗礼的金门食科 孕育出新鲜Q甜的口感 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美味 金门的广东粥是金门人的早餐 鲜米熬成不见万里 再加入蛋 鱼丸 鱼板 猪肝 芹菜 肉丸子 鲜肉 滋味丰富 还可以搭配烧饼和油条 原来金门的美食就藏在巷弄街坊之间